被太阳晒得红彤彤 再变得黑悠悠 打个顿年花就溜走 穿过了一片白萌萌 爬过了绿悠悠 有什么留在心里头 嗨 大家好 我是希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带台湾男回中国大陆 看我发现了个啥 这个真的是很爱的这些女孩 今天算是最后一天 在厦门咯 今晚到双子塔上住 找了一圈 只有这里适合素食的 蓝白萌先生 看这边的物价呢 其实 没有比台湾便宜 太多爽 物价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像这个海鲜锅 168人民币 然后一个蔬菜 像是25人民币一碟 4578128138元不等 几乎都是这个价 谢谢 好 OK可以做 我点了一碗面 40多人民币 这家应该是个连锁门南菜 店内客人还是蛮多的 我点的单是这样子 我获得 这几块糯米池吧 28元 在大陆还是自己买菜做饭便宜 没法像在台湾那样 每天外食 在这边大家的习惯 多数都是自己买菜做饭 因为菜价比较便宜 大家都会觉得在外面吃 又贵 快餐外卖 吃了又不放心 跟台湾正好相反 以前我在大陆 经常会自己做餐 在台湾习惯吃外食后 反倒习惯了外食的方便 在自己做饭 反倒觉得太麻烦了 台湾的外食 给我感觉蛮干净的 从刚到台湾的时候 泱泱着要自己做 到现在根本不想动 因为台湾好吃的 不要太多啊 关键是便宜又方便 两年了都忘记厨房长啥样了 福建就是吃沙茶面 是吧 那是有家虾的 对 这个是宋的山楂 终于看到了一个母婴室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的 台湾的话是会做的 普及的比较多一点 就是最上这个真的怎样 然后右边这个就像我了 可爱 小周就在抽搐这个啊 对 结果被一个人被一个大哥给遇见了 他说他没有一台很大的飞机要不用管 我好 真的这种触感有点可怕 软的跟大面一样 就是 内地新闻热收关于日本排合肺水 导致很多人抗议的沸沸扬扬 如今风头过去了好一阵了 关于买海鲜的事情好像也没多大影响 天呐似乎有点快乐哦 嗯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母湾北历上呢 招工人到台湾海鲜 我们到房间 这是开灯的样子 准备睡觉了 晚安 马卡巴卡 出去走一走 台风要来了 楼下的风真大 今天台湾已经在刮台风 同是台湾狼大陆席的一对朋友 刚好也到了厦门 约一起去吃饭吃 厦门机场就在这 这里很多文艺的小店 是这一间店 叫做透明堂 这里的文创氛围跟台湾很像 大间的 还有那个文艺的 很多绿植 感觉这种 跟台湾的文创的气息有点像 在这边等朋友 同样是大陆 加高雄的 然后他老公也来这边 休假 刚好南博多姓村也休假 那 我们就聚一聚 终于慢下脚步到人少的地方 一直在赶路的我们 遇到黄金中 难得遇到这样的漫活 看到这边的孩子 跟台湾的孩子 我第一次有注意到 好像这边的孩子 比较宽托 在公共场合 跳动沙漫的比较厉害的感觉 还是我刚好遇到这么跳动的残葬 在台湾的公共场合呢 感觉多数孩子都比较安静安静 大家觉得呢 但是挺舒服的 不过比厢门就是适合有些人 你看就过这种生活 你想为生活有压力的人 他们能过这种生活吗 对吧 因为有时候饿出来喝多茶 电影区 好大喝 这种感觉跟台湾有点像 你觉得呢 还喝吧 还喝多 现在什么 还喝多 这么贵 店内满满的植物 在台湾也有不少植物主题的店 朋友在厦门生活的也很错 菜价便宜主要是要自己做菜 这样就比较消耗时间 不过对于大陆人来说 自己下厨 比较习以为常 因为外面吃很贵 老吃外卖快餐又不放心 所以就衍生出跟台湾不一样的生活模式 至少晚餐基本上都会自己做 除非忙到不可开交逼不得以外食 或是薪资高不想做饭了 或是公司或附近有饭堂且价格便宜的 就可以不用天天自己做菜 在台湾呢 我公公婆婆也会做好吃的 等着我们回去一起吃 聚聚 见见面聊聊天 很温暖开心 台湾的外食也便宜方便放心 所以不是家庭日的时候 我们常常外食 大家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新疆上面的 很香哦 很简单的 这个是母鲤 屁股熬进去了是母鲤 母鲤 然后屁股凸出来的是那个公鲤 这个是母鲤 我喜欢母的 母鲤 我喜欢母的 母之公的 哈哈哈哈 我忘了说你要不要喝这个 这个餐点是在某APP上的团购架 比店内便宜很多 这个感觉蛮像绿野仙中的 还冒出仙气飘飘的雾来 我想起之前一位朋友说的话 挺扎我内心的 也因为这些我们断了联系 我也不好意思再去联系他们 他们对我的做法也感到很生气 大概是因为我拍的影片都在说台湾的好 而没有为自己的家乡证明之类的 还有我回复台湾网友们的留言 回复网友的一些话让他们看到了 他们觉得很不妥很不爽 大概也就是生气我不站在自己家乡的这边 其实关于这些我内心五味杂成过一段时间 后来想着要不要再主动联系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啊 曾经也帮助过我 说实话我都挺百恩的 但是因为两岸这些观念上的不一致 也许他们觉得我假我虚伪 其实我在认识蓝拜托先生后确实有转变 我觉得我们从小的教育养成中 天然小粉红确实多 曾经我也算这个我承认 但后面透过对历史以及更多真相的了解 使得我的价值观世界观有很大的转变 所以慢慢的当我的观念不能迎合一些人的口味的时候 我能接受这种渐行渐眼的弊案 同时也坚定的选择做自己 所以我选择祝福他们并且不打咬 虽然价值观不一致 但很多人都是善良人 如果有朋友看到我的影片 认为我没有为自己的家乡证明等等 而不再想继续教我是个朋友 我也只能接受 而且我的影片都是真实呈现 除了接业配部分要写脚本 我的所有分享生活的影片都是集心记录 欢迎批评指正 这边有一个咖啡厅 这个是什么植物 这么小 这个就是厦门的这个春风点 Hello 这个猫也够猛 直接喝 海鲜米 很高 什么都小 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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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明明那个是小花 小花 这种小小的这种车 村民开这种小小的车 我们到的这一边 喝茶 下来这个地方喝咖啡呀 咖啡呀 喝茶其实是 这河里面还有鱼哦 中国确实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眼见即逝 鸟局就日本的那个啊 同样这个地方也不是完美的 就像跟朋友的分歧 好像我说不好 就像做了个叛徒 我看到了令人痛心的事情 做了发生 就很多声音说你不能这样子做 好像你在外面说了母亲的故事一样 是一件很不孝顺的事情 让我总要带着一种 自我审查机制 不过我早早就调节过来了 留下来的朋友是缘分 留不下来的也不强求 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与看法 有些人在这个地方是忠诚以上 或实际的利益者 他们的感受肯定也不会差 我能理解他们 以及生于师长于师的情感 我都表示理解与尊重 而且每个人喜欢的生活方式不同 有些人更适合在哪里生活 哪里生活的更轻松舒服 都可以表示尊重 但绝不是只能允许说好话 而听不得真实而刺耳的话 可以跟我说我的想法是错的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可以允许我反驳 而不是只允许呈现好的一面一言堂 正如很多人认为鲁迅的一些经典 这是跟我以往所感受不同的地方 因此如果有想法的人 也许他们会去思考 当然很多中国老百姓就觉得 更多的关注自己的一亩山分地就足够 好像两千多年来都如此 谢主隆恩 但我看到这些我会去思考 叙叙叨叨了很多懂得懂 不再说太多 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麻烦 来吃个茶点 没有葱蒜 这个是葱油 朋友说我明天就要回台湾了 晚上呢就特地要请我吃粤菜 知道我很想自己家乡的味道 非常感谢朋友的款待 又委屈了麦多先生吃锅边树了 冰冰凉凉 吃饱喝足就走 厦门的物价还是比广东中山贵很多的 这次粤菜花了500多人民币 在中山同样的菜社 200左右人民币即可 就拿烤乳哥来说 中山25元一支 厦门则是要58元一支 但自己买菜做饭 蔬菜又累 价格倒是便宜 在中国大陆 想像在台湾这样天天下馆子 或是外食 会比自己在家做饭贵 而台湾则是自己做饭贵 好像并没有比外食便宜 不过在台湾要是想天天高档餐厅 那也要经济很足才行 同理大陆也是一样 所以呢 在中国大陆生活的话 得会做菜才行 不让外食太贵 苦同心知就无法支撑 所以之前我称对蓝白多先生 开过一个玩笑说 在这个年代的中国大陆 不会做菜的男人很难娶到老婆 毕竟现在女性可以自己赚钱 不需要像过去那个年代那样 女性没什么办法出去工作 谁只能依附男人在外面赚钱 女人则主内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 社会性质不一样 现在的女性有独立的能力 自然是不想又在外面赚钱 又要包了所有的家务以及做饭 社会分工不同了 需要彼此一起分担家事 不过自时到厦门我真的吓懵 物价比我广东家那边贵太多了 谢谢姐姐送的 这个是福建的品牌哦 这边是在厦门的双植塔的一楼 这位姐姐姓佛的哦 跟我们一样是姓佛的 这个就是豆沙 你在这里gaybiz吗 这是双植塔 那是塔中间的双植塔 那个是进门吗 那个岛 以我的认知 嗯 嗯 我不知道 这边要分时间段呢 哦还要分时间段 对你们便宜的时候都是几点充 半夜 大家都选择半夜充 哦 跟一般的这个 那个潜艇里是要三百八的 二百二的没有用 因为打低费用真的是太便宜 咱们都先生好奇他们有何能赚到钱呢 真的是时间就是金钱 晚上充电也更省钱 到五通码头啦 要回台湾了吗 要回台湾了 要回台湾了 过军红 去满票 要走了 好鬼 好鬼 有超过 到一场就是金钱 一个还是新的桥 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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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个放松下 有没有那种急匆匆的那种感觉 有 没有前面 现在没有 前面坐飞机座的时候 可能就起车 他已经到金钱的机场了 再先坐一坐 对象我自己的感受吧 我觉得厦门 十年前 那时候厦门很有特色 然后也挺多绿地啊 那种沙滩啊 他才搭那个第一次的司机 他也有说以前 那时候很喜欢厦门的 然后现在的话 就没怎么去的 因为他跟其他一种大城市 没有什么区别了 就是会 嗯 较拥挤 这个个人喜好 有些年轻人是很喜欢的啦 以前我们觉得 厦门是一个很具有温创的地方 虽然说现在也有 也可以打卡到一些很不错的店 但是以前的那种感觉 没有吧 这就是 时代的变化吧 感觉跟全中国大陆的 其他的一些成分 趋向于童话 好吃好玩的 确实是很多的 一路进 金门的话 就是刚 还没有入进 就上船的时候 因为现在小山通还没有开放路客 持有中华民国居留症的人 是可以搭乘小山通过台湾的 不是台湾人讲多数了 那那种慢下来的接受 能够闻到这样的气息吧 跟我在大陆的那种气息又不一样 多数台湾人呢 会比较离啊 那厦门的那些市集 它其实 它就没有广东的市集 这么的着急 那么的感 可能是每个地方的交通管制不一样 有些地方呢 像广东的话 广州啊 或者是惠州啊 中山啊 还有一些地方 它沿流比较多 然后你不能 过多的停留 然后像我们这些 有时候行李多一点的话 你要拿上拿下的话 你要耗费一点时间 然后那个市集就会很着急 那种急躁的那种感觉 你会感受到 台湾就完全整个人放松下来 我觉得台湾的话就是 无论它高铁扇 还是那种搭船的地方 还是机场 它那个各种设施都是 非常的齐全 然后商场也是比较齐全 什么母婴厕所啦 或者是胡椒盖厕所啦 但是 嗯 在中国大陆的话 像一些 后线城市的一些 镇上面 比如说中山的一个 镇上面的一些 淡商城 是没有无障碍厕所的 我们进去的话 会觉得烟味很重 然后到台湾一入境的话 没有完全闻到任何的烟味 闻到的话 也真的是屈子可数了 可能就是那种路边 没有太多人流量的地方 有些人他会下来抽个烟 我们就遇到一次 大陆的那种感觉就是 好多地方都有烟味 台湾是怎么样做到 这么OK的一个 就是那么舒服的一个氛围 希望我的家乡也能够跟上 然后在中国大陆 没要去游玩的话 最好记得带那种纸巾 因为很多地方 它是没有厕所的 但是我看到有一些 台湾的抖音博主 他们在杭州 在江振户那一带的地方 大大的地区生活 他们那边的厕所 是有卫生机 但是很多地方 它是没有的 所以要到中国大陆里 有的话 你都是会背一背这一些纸巾 以防说你要解手的时候 没有纸 那就是很尴尬的事情 台湾这一块的话 多数都还是有纸巾的 所以在台湾生活了两年的时间 我基本上没怎么说 我兜里面会带纸巾出门 天哪 好像你白白的 好 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飞机 准备登机啦 我选择现在更多 我今天中午点的那个素食的面 就没有那么多的面 所以我就说 台湾是一个很方向的素食主义食的东方 大多数都没有 没办法找到提供 所以最近杨博多先生的一个熟食 开始炼了 因为他营养没有充够 就是蛋白质这一餐没有补到 有时候给他点那个 他找不到素食 然后就给他点一个那个菜鲜 炒那个白菜鲜 什么普通蛋白质的东西 旁边有人有听到 这两个东西就是素食的好几人 人家都很不可思议的 小雨细细细细 窗外的一切觉得很疗愈 台湾给我有家的港湾的感觉 像是回到母亲温柔的怀抱 第一次在雨夜起飞 很快就到高雄了 看到城市的点点心 觉得很安心 这一集我分享的这一些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我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说我的时候 非常欢迎不同观念 不同思想 不同价值观的思维与探讨 欢迎大家评论分享留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